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数字还会增长 预计到2050年将有50%的可用耕地受到盐字化的影响 对粮食供应造成巨大威胁 不过影片中的图片也是盐碱地上的景象 而且这种丰收的景象未来还可能在中国更多的盐碱地上出现 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本期影片小编就为大家讲述 中国农业专家是如何在盐碱地发现丰收密码且投入实用的故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近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谢奇团队与中国农业大学于飞飞团队 华中农业大学欧阳一丹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宁夏大学 扬州大学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 山东大学和仙政达集团中国十家单位合作 从耐盐碱作物高粱展开研究 首次发现主效耐碱基因ATE及其作用机制 大田实验证明该基因可显著提升高粱 水稻 小麦 玉米和骨子等作物在盐碱地的产量 在改良盐碱地综合利用中 具有重大应用前景 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事件2023年3月24日 发表于科学和国家科学评论 简单来说 就是他们找到了盐碱地里的丰收密码 可以大幅提高盐碱地作物的产量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盐碱地的面积约为10亿公顷 中国的盐碱地约为1亿公顷 接近15亿亩 其中可以利用的有5亿亩 耕地面积是保障粮食生产的首要因素 而盐碱地是中国极为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 挖掘盐碱地潜力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 对于粮食安全有着特殊意义 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在改良后盐碱地上种植的水稻 平均每公顷产量可达6吨 如果全球盐碱地能多利用1% 相当于世界粮食增产5000万吨 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 能够满足1.2亿人一年的用粮需求 当前中国治理盐碱地理念也发生了变化 从治理盐碱地适应植物 到选域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 但是选域耐盐碱植物仍是个大难题 盐碱地其实不是一种地 盐字化的土地分为中性PH的盐地 和高PH的苏达盐碱地 盐地大约40% 碱地大约60% 碱地对植物生长发育 有更多的负面影响 对植物来说 中性盐地主要具有离子毒性和渗透毒害 而碱地不但会严重降低 它们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还会诱导更高的氧化应激反应 目前全球在植物耐盐研究方面 有较成熟的方法且研究力量集中 已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对于植物耐碱机制仍了解较少 根据研究者的调研 过去20年发表的耐盐性研究论文高达2万多篇 而耐碱性的研究只有400多篇 为啥相关研究基础如此薄弱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盐碱化土壤主要由碳酸钠或碳酸氢钠等引起 过去的研究方法主要利用碳酸钠或碳酸氢钠来调节 实验系统碱度 在实验过程中 PH值变化大且不稳定 比如温度升高时 碳酸氢钠会分解成二氧化碳 导致实验重复难度高 另一个原因是 很多研究使用的材料如水稻玉米等 本身的起源地或者种植地 并不具备盐碱碱地条件 很难筛选到关键基因 可以说植物的耐碱性研究是一个重大科学问题 而这次中国科学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帮助他们的就是高粱 在中国宁夏 内蒙 新疆等地的盐碱地里 田高粱能长到四米多高 不但能将闲置的盐碱地变为农田 还可整株粉碎加工后 替代优质牧草 成为牛羊等牲畜饲料 这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 泄气研究员一直的研究课题 在二十余年的科研路上 他带领团队培育出了中科田438 中科田968 中科田060等六个国家登记田高粱品种 他们具备高耐岩性 高生物量 高蛋白含量等不同特征 谢奇表示 我的科研目标就是找到最会利用太阳的植物 用最少的地种出最多的粮 让牛羊能不再和人抢粮食 在选育各种田高粱品种的同时 谢奇团队也在思考高粱里会不会含有耐碱基因的突破呢 他们以其他团队合作开始了探索 高粱起源于非洲 是人类最早栽培的河本科作物之一 相比于大豆玉米等常见作物 高粱的耐汗耐酪和耐盐碱能力都极为出众 土壤盐碱大跨度变化的环境 促使高粱通过进化形成了高度丰富的耐碱性遗传资源 谢奇团队收集了全球各地352种不同品系的高粱 分析它们对盐碱的耐受程度 独皮吸静地采用了混合碱的PH体系来筛选 使实验能够稳定进行 团队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技术 发现了与耐碱性成负相关的ATE基因 也就是说缺失了这个基因的高粱 更能够耐碱 并且利用特异性荧光探针系统 首次揭示了作物高抗盐碱的分子机制 既然在高粱找到了可以利用耐碱基因 其他作物里呢 ATE基因是不是盐碱地的增产密码 几年前 谢前牛园在机场偶遇了研究水道的李嘉阳院士 谈起ATE基因的研究 他们惊讶地发现 水道研究者早已在利用这个基因的同源体 即影响倒米粒长的粒形调控基因GS3 开展育种改良 合作团队马上在实验室里进行了GS3基因的耐碱性研究 结果发现缺失了GS3基因的水道也更耐碱 这意味着这个机制在合本科作物 比如水道玉米中是通用的 这是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 在重大理论突破基础上 合作团队开始了对作物的改良 他们先对高量进行耐碱碱育种改良 在宁夏平罗研碱地进行的大田实验表明 ATE基因的利用能够使高量子力增产20.1% 全株生物量增加近30.5% 进一步将ATE和GS3基因用于改良 主要合本科作物水道 骨子和玉米等的耐碱碱性 在吉林大安碱碱地 多年实验表明水道可增产22.4%至27.8% 在宁夏平罗碱碱碱地骨子增产19.5% 同时发现该基因的改造也能显著增强玉米在碱碱地的存活率 ATEGS3基因到底是如何应对严碱威胁的呢 合作团队利用特异性荧光探针对这个基因进行了研究 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 ATEGS3负责编码G蛋白GAMIAG G蛋白是生物学研究的明星蛋白 在生物界广泛存在 遗传发育 适应环境 疾病等过程里都有G蛋白的参与 自上世纪70年代发现以来 有两次诺奖都颁给了G蛋白相关研究 本研究首次发现 G蛋白在植物的耐碱性机制中也发挥了作用 在高碱的环境中 植物会产生有害的ROS 导致更高的氧化应激反应 而水通道蛋白会把这些ROS迸出细胞外 但是G蛋白的β亚基和ATE编码的GAMIAG 结合将影响植物细胞膜上的水通道蛋白磷酸化 降低ROS的输出 细胞内过量的ROS积累将引起一系列氧化应激损伤 如果植物的ATEGS3基因天然就没有功能 或者被敲除 那就不会抑制水通道蛋白的运输能力 从而降低细胞的氧化应激 这样植物就可以顺利的在盐碱地生存了 未来合作研究团队将把耐碱基因的成果 应用到更多的作物中去 希望在盐碱地上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世界上约有6.18亿公顷碱地 研究者预测如果全球20%碱地利用该基因 可每年为全球增产至少2.5亿吨粮食 从而提高盐碱地产能 耐碱性改联关键基因ATE的研究成果 是科学界的重大发现 也是农业生产方面的重大突破 也是中国科学家面向中国农业生产的重大需求 从基础研究着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典型案例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